這個是美智子 美智子其實是平民家庭 爸爸是日清自焚的老闆 他們是自有戀愛 我講說在那個年代 他們皇室要自有戀愛很不容易 對不對 那自有戀愛排除萬難 其實也是昭和天皇點頭嘛 OK OK 好啦 這個讓你們就自有戀愛結婚啦 這樣 你有看到美智子進去活得好不好 其實他當然是活得沒那麼好 因為他的那個壓力非常大 他在進門之前 未來的婆婆就給他下馬尾 所以各位媳婦你們還是好的 未來的婆婆就是這個 梁子皇后 他當時的未來的婆婆是梁子皇后 在他進門前就要給他下馬尾 因為雖然他是日清自焚的 這個我舅三馬大小姐 可是跟皇室畢竟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要有一些活動的時候 他規定要戴那個長手套 他們他媽媽到處百貨公司去買 都買不到 需要符合皇室規範標準的這個手套 所以呢就請示皇宫 那皇宫就送出來一副手套 然後結果後來他戴上去之後 被所有的皇族批評說沒有禮貌 沒有家教 因為那個手套只有一半 沒有包住這個手臂的長度 可是那是皇室送出來的啊 而且其實據說是梁子皇后送出來的 根本就是未來的錢婆婆送出來的 而且因為在這之前 所有的皇室皇族的結婚都是娶自己的貴族小姐 比如說梁子皇后她以前的身份是什麼 是梁子女王耶 也就都是那種親王的公主的意思了 所以其實她根本就 雖然說梁子女進去的時候 嫁妝 據說是現在的3億台幣 當年的3千萬日幣的嫁妝進去 爸爸媽媽也希望 喔 嫁妝3億台幣了喔 現在的3億台幣 當年的3千萬日幣 那也就是說爸爸媽媽確實是希望她進去皇宮 做一個好的生活 然後也知道我們是平民可能會進去被人看不起 所以準備了這麼多嫁妝 可是進去真的還是被看不起 所以她的生活很辛苦 甚至有一些失語症都有發生